全能狗S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我们晓得在最近 就是说这五六年以来 那因为呢 可能在我们兽医的技术方面的进步 以及呢 我们毛孩子的爸爸妈妈们 对于观念上 还有在预防的上面 不管在各种各类的疾病方面 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因此呢 这个狗狗猫猫的平均寿命啊 都一直在往上涨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业的时候 大概是在二三十年前了 那时候狗狗能活过十岁以上 真的就很不容易了 因为呢 那时候心之虫没办法医 没有什么预防药 也没有什么治疗药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这种传染性的疾病 也大肆的肆虐 我们的毛孩子的健康 那经过这一段 这个漫长的岁月过来 大家不管在观念上 还有医疗的技术上面 对于毛孩子的平均寿命 都一直不断在往上增加 所以呢 在过去比较没有 这个时间来让它 产生的这种高龄性的疾病 那我们怎么讲 哪些是高龄性的疾病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用白话文讲 就是说 有些老犬或老猫 常会罹患的疾病 比方说从头讲到尾 第一个 它可能会有眼睛方面的疾病 它会有白内障 它可能会有肝眼症 或甚至于青光眼 那另外呢 在口腔牙齿方面呢 因为这个 没有好好的保养的话 也可能会有这种 牙周病 或者说 非常严重的 齿瘾发炎 这种感染 那另外呢 我们从再往后的话 像心脏病 像这个肾脏病 肾衰竭 另外呢 还有就是内分泌 像养得过胖 吃得太好 每天大鱼大肉 甚至于每天 一根鸡腿 它就会有一些像这种 不管是胰脏炎 或者说这个内分泌 糖尿病 那此外呢 还有再往下的话 就像这个体重过重 因此会有一些 退化性关节炎 髋关节异味 或异常 或甚至于这个萎缩 等等一些病变 那像腊肠犬 科肌犬 常见的椎间盘的问题 等等等 其实都是高龄的 所造成的一些疾病 所以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时候 邀请到非常难得 远从杨梅来的 就是我们的 医亚动物医院的副院长 杨立全杨医师 杨医师呢 他在念书的大学毕业之后 在台大动物医院的 台大这个临床 医学研究所里面呢 是跟着我们的 眼科的大师 就是这个 林中天林老师 那经过了这样 专科意识的训练之后 现在在杨梅开业 那他的强项就是眼科 所以今天很不容易 把它从杨梅给挖过来 那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平常日常生活里面 所碰到眼科疾病方面 有哪些 那当然 今天我们先主要一个主题了 下次有机会再请我们杨医师 来我们节目现场 就是说我们谈一下 还有其他的一些眼科的疾病 所以呢 我们会来一个通盘的 一个眼科的介绍 还有呢 就是白内障 好 那我们先听一首 非常好听的歌曲 那我们要应景了 今天我们讨论是眼科的疾病 所以呢 为您点播的这首是由肖黄奇所唱的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你怎么知道要进广告的 这边上面有时间 现在是8点4分23秒 然后我们到8点15分要进广告 所以待会我们音乐完回来 最后我们就介绍一下眼科 你常碰到一些疾病 那这些疾病该如何处理 或是怎么样预防 那该注意哪些事情 然后大概另一段的时间 我们到15分来聊一下这个 狗跟猫猫分开一下 然后第二题 我们就来讲白内障 那谈白内障之前 我们也聊一下眼球结构 因为这跟治疗的方向 跟治疗的种类 会有一些关系 好 讲慢一点 讲多一点 讲慢一点 如果说快要进行广告之前 在我这边打圈圈 可能要出个小小的演员 那如果说我觉得你讲太快了 好好好 慢慢来 哈哈 不要紧张 很常演讲 可是面对 面对麦克风就很奇怪 面对有人还比较好 嗯 因为你面对人演讲 你会有feedback 对 可以跟他眼神接触 对 对 没关系 你就看小屁好了 哈哈 那你看我 你看我 对 我应该是看的 嗯 你是我的眼 这首歌 由肖黄奇所主唱 非常好听 再怎么听都觉得很好听 其实在礼拜天的时候 在家没事 就看我们家的电视 那那个 那个片子是在描述 那个 就是我们的 也是一位视障歌手 就是波切利 波切利的那个 他从小到大 他眼睛怎么样 看不见 什么的之类这样子 真的蛮感动的 我常在想 就是说 上帝是非常公平的 当你关了一扇窗 他自然就会开另外一扇窗 给你 所以呢 对于任何的生命 对于这种一个生命的态度 不管你有任何的一些不好 或是缺陷 或是一些 我们要找出来 他的另外一个开口 其实呢 生命并不是一个 完完全全 百分之三百 不公平的东西 他绝对会有另一扇门 好 来 今天我们呢 非常难得的邀请到 我们杨美医亚动物医院的副院长 杨丽全杨医师 各位听众好 我是杨丽全医师 OK 好 来 刚刚我已经介绍你 是眼科 动物眼科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专科 可以说专科医师了 我想说在您平常的门诊里面 那您常会接触到一些 这个眼科方面的疾病 那可不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哪些疾病是狗狗常见 哪些是猫咪常见 那还有哪些品种是特别容易见的 我们最常见的 其实不管是狗狗还是猫咪 大家最常看到的都是眼睛红 可是其实要知道的是 眼睛红只是个症状 因为我们实在很常会把他都说 狗狗猫咪如果有眼睛发红的状况 是不是就是结膜发炎 但是其实要知道的是 狗狗猫咪他们其实结膜发炎 很常只是告诉我们 他们的眼睛里面有其他的事情在 那这些其他的事情就是我们眼科医师的专场了 我们要帮你把他找出来 他的眼睛红的原因 所以举例来说 例如说一只西施 他如果眼睛发红 又很多眼屎的话 大部分会是肝眼症 如果是一只柴犬 他如果眼睛发红 眼睛看起来瞳孔比较大 眼睛好像视力比较差的话 常常会是青光眼 那例如说是蜡肠 他如果眼睛发红 眼睛看起来是瞳孔比较大 却常常比较常是视网膜的病变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让主人去知道说 这一定会是什么病而是什么问题 所以眼科医师在这部分的角色就是要帮你去厘清说 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到底是哪个部分发生的问题 而不是只有单纯的结膜发炎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这场 其实这个代表是一个症状 那至于为什么会造成眼睛红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对不对 这就是说我们担任受医师 还有像我们专科医师 眼科专科医师要常去做的 就是说能够找出病因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能说 其实我们在过去 我担任太北市受医师公卫理事长之前 那段时间里面 有处理过好几次医疗纠纷 这医疗纠纷怎么说呢 就说他这个狗狗呢 他去洗澡 结果洗完澡回来就眼睛 一个眼睛就很红 所以因此他就说你一定打他 或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这个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性吧 没有 通常洗完澡眼睛红 反而很常是因为洗毛巾的泡泡 喷到眼睛 它造成眼睛的化学灼伤 就会造成眼角膜的缺损破皮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角膜溃疡 可是非常的需要眼科医师去诊断 那很常会被误认为说是美容师打他 因为他不乖或什么的 其实很受罪 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 真的 对 好 那我想说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 那您在狗狗方面常看到哪些眼科方面的疾病 我们每天在处理的眼科疾病 几乎有七八成会是眼角膜的缺损破皮 这很好理解 因为眼睛的最外侧就是眼角膜 所以眼角膜就是我们眼睛的第一道防线 它一定是第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防护墙 对 所以它一定会先受损 而后面的比较多的问题是主人通常等到很严重 才会发现 大部分会是例如说青光眼 或者是视网膜的玻璃出血病变这些事情 这个就要等到狗狗可能出现失明 或者是眼睛肿大 眯眼的时候 主人才会再去看医生 是 那像这狗狗来讲的话 这种像这个角膜溃疡 那角膜溃疡造成的原因呢 大概有哪些呢 不外乎都是外伤 或者是刚刚讲的那种化学性的灼伤 有几个病例是比较罕见的 例如说主人在炒菜的时候 有使用一些例如说那个醋啊或什么的 不小心喷到狗狗的眼睛 不知道有一些伤害性 而让它一直继续在眼睛上面放着 它就会造成灼伤 这种灼伤很恐怖的是 会造成整个眼角膜的水肿变白 所以一定要尽早就医 这非常难在第一时间就发现 可是就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眼睛最常见的疾病就是角膜的确损 角膜的问题 而且狗狗它不晓得这个不能抓 或者说不晓得要这个按时点药 其实都完全在我们主人的一些预防 跟这个治疗上面 好 那在这个猫咪呢 猫咪这种眼科疾病方面多吗 猫咪大部分看眼科疾病的 主要的原因都是一个 叫做流眼泪 跟迷迷眼 这原因是因为猫咪天生 猫咪他们很常会有一个病毒性疾病 叫做炮疹病毒 这个病毒性疾病在他妈妈生下他的时候 几乎90%到95%的猫咪就会带有 那在一些抵抗力比较差的猫咪 例如说浪浪啊 或者是一些在那个 那个猫舍 或者是收拢所的猫咪 他们就会爆发很严重的眼疾 大部分都是迷眼流泪眼死争多 所以普遍猫咪来看都是这些问题 而很常这些问题的眼睛 其实是没有受伤的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会刺痛 跟不适感而来看医生 甚至有时候好像上下的这个眼脸 好像都肿起来 看不到眼球 很常主人看到的时候 都是已经发现他们结膜很发炎 甚至结膜跟眼角膜出现了黏脸 然后眼睛看起来视力变差的时候 才来看医生 但是那很常的原因都是同一个原因 也就是病毒性疾病的感染 那在这个猫咪的这种角膜上面 因为狗狗是角膜溃疡蛮常见的 那猫咪角膜溃疡呢 猫咪眼角膜溃疡很常都是 先因为病毒性疾病 造成他的神经刺痛 这边可能要跳出来讲一下 就是泡疹病毒 它会寄生在眼角膜的三叉神经上 也就是我们眼睛掌管痛绝的一个神经上 对所以当它一爆发的时候 第一个症状就叫做刺痛 所以猫咪很常会是因为自己去揉 他的眼睛而把角膜揉破皮 那眼角膜的泡疹病毒感染 其实有一些文献也告诉我们说 它是可以自己就自发性的眼睛破裂 就是眼角膜会缺损这样子 所以它很讨厌的就是 它既可以让它自己会破 它也可以让猫咪产生不适感也会破 所以后来比较拖比较久一点 再来看医生的时候 眼睛就会有伤口了 是好 那我想说在这个待会进广告之前的 这一段短短的一分钟里面 让我请问一下立全医师 就是说那角膜溃疹要怎么治疗 角膜溃疹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一直都在跟世主讲的 戴头套是比点眼药水更重要的第一步 非常多的世主他们坚决不要戴头套 他觉得戴头套会影响吃饭喝水 然后这样子怎么吃饭 然后怎么睡觉 所以一定要让主人知道的是 一定要24小时戴着头套 即使吃喝拉萨都要戴着 点眼药水的目的只是预防它的感染 可是戴头套永远胜过于眼药水 OK好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特别来宾 是由杨梅医亚动物医院的副院长 杨立全杨医师 他是我们眼科专科医师 来跟我们来谈一下 那待会广告之后 我们请他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眼球的构造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题重点就是白内障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o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杨梅医亚动物医院的副院长杨立全杨医师 我想说刚刚我们在一开始介绍一些狗狗猫猫常见的一些疾病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白内障之前 就今天主题之前 能否用简单花一两分钟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大家来回想一下一个眼球的结构 因为这非常重要 这跟我们待会聊到后来白内障这边该怎么治疗 要不要放人工的水晶体等等都有相关性 所以我想说能够来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眼球的结构 好 那我很常会用一些比喻的方法 然后因为现在是凭空讲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 首先先把眼睛想象成一台相机 然后眼睛的相机的后面会有一条USB传输线 假设我们要把影像传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接一条线 然后接到电脑上 那一条线就叫做视神经 视神经 视神经最后会接到我们的电脑荧幕 我们电脑荧幕就是我们的大脑视觉皮质 所以眼睛有点像是一台相机 我们就把它拆解来讲 那眼睛的最前面也就是相机镜头的镜片 这个东西叫做眼角膜 眼角膜是眼睛灵魂之窗的窗口 它是绝对不可以有任何黑污 红斑 血丝 任何脏东西都不可以 否则你看出去的世界就会毛毛虎虎的这样子 那眼角膜往里面走的第二层结构是相机里面的光圈 眼睛在早上的时候必须要缩通 减少光线进来 否则你看到的世界会雾茫茫的 眼睛在晚上的时候必须要散通 就像猫一样 对否则你看到的世界会太暗 所以我们很常关完灯之后 很常十几二十分钟会突然觉得看得到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瞳孔开始散开了 那瞳孔的后面就是掌管眼睛的曲光的地方 叫做那个水晶体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水晶体掌管曲光度大概只占了三成 而眼角膜占了七成 大家可以想象眼睛是一颗球体 所以光线要进到眼睛后面必须要折射 那眼角膜是一个圆弧 所以它必须要先把大致上的光线 折到水晶体上 水晶体在折那百分之三十 所以水晶体是一个调节焦距的地方 很像我们在玩相机会按对焦这个意思 那它在对焦的过程中 其实对完焦之后 它会把影像释放在我们的视网膜上 视网膜就是我们相机的底片 如果今天相机的底片是没有功能的 即使这一台相机你买新的 也是不能够拍照 所以没底片 对 我没有底片 所以眼睛很像是一台相机 我们必须连镜头光圈 连变焦镜头跟连底片 全部都要顾好 它才能够呈一个影像给我们 OK 好 这边我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水晶体 它是怎么样固定在这个chamber里面 在这个相机的中段 水晶体它有360度的旋润带 它很像是一个吊桥 吊在悬崖的空中 那它怎么掉在眼睛的正空中 就是因为它360度都有打绳子 打在我们眼睛的结状体上面 也是借由这些结状体去拉扯 让这个水晶体产生收缩或放松 在那个食肉目的动物 也就是狗猫 它们不是收缩放松 它们是前移跟后移 但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近看远 焦距要对准就对 焦距要对准 对不对 OK好 因为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其实这个很好 待会儿会讲到要不要水晶体的置换 有很大的关系 好来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白内障 这个我们最常的 我们开业受益师最常碰到就是说 医生啊 我看你的眼睛 你怎么在白白 这是白内障吗 我们开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白内障好吗 这要先讲一下 眼睛毕竟是一颗球体 所以眼睛变白 它其实是一个重叠出来的影像 所以它可以是刚讲的镜头的镜片变白 镜片最外面的 镜头 它也是可以是那个水晶体变白 所以其实我们很常看到的是一个重叠出来的影像 那我们不要讲这么复杂 我们先跳出来讲水晶体变白 水晶体变白在狗狗最常见的原因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正常的 一个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 对 OK 正常的那个叫做水晶体的老化 老化 学名叫合硬化 可是大家都记不起来 干脆记老化 为什么我喜欢跟主人讲是记老化呢 是因为老化的水晶体在人类的症状就叫做老化 所以你只要记得老化会老化 是正常的 因为人类老了40岁以上就会有老化眼 花化老化就老化了 狗狗平均在6岁以上就会有核硬化 也就是水晶体退化 9岁以上的狗狗几乎5成的狗都有核硬化 所以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过程 核硬化是不会影响视力 不需要治疗 不用点药水 不需要开刀的一个正常的退化 可是很多医生会把核硬化诊断为白内障 却开始在那边使用非常多的白内障的治疗 或者是一些手术剂介入 其实它是根本不影响视力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眼睛变白是重叠出来的影像之外 如果是单纯在水晶体也不一定就要是白内障 它也可以是正常的老化 丽全刚好聊到这里 在我们的那个FB上面 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有留言 他说这个核硬化跟白内障是如何分别 这个应该要由医师来做判断 如果主人可以分别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就就不用生活了 对啊我大概讲一下会有什么大致上的差别 对在行为上或者外观上 这个就举回来 我很喜欢比喻东西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比较能够理解 那个我们的水晶体很像一颗鸡蛋 水晶体 对它是一个有蛋壳蛋白蛋黄的一个结构 那蛋壳在水晶体我们叫做囊带 蛋白在水晶体我们叫做皮质 皮肤的皮质量的质 那个蛋黄我们在水晶体叫做核 所以它会有蛋壳蛋白蛋黄 换算成水晶体就叫做囊带皮质跟核 那为什么会有核硬化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蛋壳会一直产生新的纤维 这些纤维会一直往它的蛋黄走 走了走走好久一直堆 堆了好几年之后 在六岁以上的动物 狗狗猫咪跟四十岁以上的人类 就会出现核心的硬化 所以核硬化一定只会出现在核心 它只要那个白白乌乌的东西 不是出现在正中心 是出现在一个角落 或者是形状不像是一颗圆形的蛋黄 那就是不是核硬化 这是一个很粗浅的分法 另外什么透光不透光 这个我相信要跟世主讲到 他可以理解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核硬化 可能在中间centralize 一个圆形的一个这样 如果散发在各其他的区域 或者怎么样 那就不见得就是 通常会是白内障 好 那我想说那个白内障形成 你刚刚讲的一个正常的 一个不正常的 就是说正常的就是所谓的老化 就是老化那个刚刚我们讲的 是没错 那如果不正常的呢 不正常的造成了这个白内障 白内障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正常的 那个水晶体的晶体代谢功能异常 或者是蛋白质形成功能异常 或者是渗透压 甚至是离子的失衡 都会造成白内障 可是至今 目前白内障的致病急转 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 如果完全研究透彻 现在就一定会开发出 一个可以抑制它 甚至逆转它的盐药水出来 但是现在正确的治疗 其实都还是以手术为倾向 所以白内障的致病急转 目前还没有很确切的知道 除了一个白内障 叫做糖尿病造成的白内障 因为糖尿病引发了 除了这个白内障 目前研究比较透彻之外 其他白内障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 在狗狗其实比较常见 是因为遗传 这个是人类很罕见的一件事情 因为狗狗会有近亲交配 这件事情 所以在人类的一些医学尝试 其实是很难使用在狗狗的 目前现阶段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病患客群不一样 那还有就是说 在你的临床经验里面 是否有一些特殊的狗种 或者说它有这种偏向性 或者说它的遗转方面 就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问题的 最常最常见的就是贵宾 几乎白内障来看眼科的 十只有九只一定是贵宾 因为台湾现在养贵宾的还是多数 二来就是贵宾狗之所以要长得像贵宾狗 就像我刚刚讲的 大部分都是因为近亲交配 所以遗传性疾病会被放大 那白内障很常是自体隐性的遗传 所以当它很近亲交配的时候才会发生 但是台湾在筛选这些遗传性疾病的过程 不像国外这么好 它没有做到这一块 所以我们台湾的遗传性疾病 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那就会造成贵宾狗很常会有白内障 其次比较常见的 雪纳瑞 吉娃娃 雪纳瑞 吉娃娃 贵宾 马尔基斯 笔雄这些的 这都是我们常碰到的犬种 对啊 台湾的小型狗都是 好 那偷偷问一下米克斯呢 米克斯目前非常罕见白内障 可是有一些文献在研究 其实米克斯的爆发率也有高达一成 百分之1.61 也没有到一成1.61 1.61 所以它其实要告诉我们就是 其实连米克斯都可以得白内障 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见 因为它们比较不是近亲的 教配 OK 所以呢 借由利全这样的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的确 当我们在追求一个品种的特优性 或者说它这个品种的 比方说像这个吉娃娃 头要路口路口 然后鼻子越短越好 这样子说吉娃娃 它的这种追求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它的确某些 遗传上面的一些基因上面的缺陷就会显现出来 没错 好 那我想说待会儿在两分多钟要进广告 那广告之前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一般来讲白内障 它大概可以分成怎么样的几期 或者说在各种不同的期间里面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临床症状 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病程的发展 这个可能两分钟会讲不完 但总之白内障 要训练你 对 最常见的分期是用它的成熟度 这我都会举例 很像一根香蕉 它分四期 第一期叫做初期 初期就有点像是香蕉是绿色的时候 还没有熟 第二期叫做未成熟期 很像是香蕉绿偏黄 快要熟 可是还要等一下下 第三期叫做成熟期 也就是香蕉已经黄了 可以吃的时候 第四期叫做过成熟期 香蕉黄到已经变黑色烂掉的时候 就很软 所以白内障会分这四期 用百分比来说的话 如果初期的话 会是15%以下的水晶体有白白的 15% 15% 15到99 叫做第二期未成熟 成熟期则是百分之百 过成熟期是白到烂掉 所以其实它的百分比会减少 可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结果 所以大致上会分四个等级 这样子的话 在狗狗的行为上面 或者说它自己能不能看得到 或者它自己用这种视觉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不同的四个期里面 初期一般是不会影响视力的 而在未成熟期的早期 也不太影响视力 百分之15%左右的 而且狗狗很特别的是 它两个眼睛的白内障 很长不会是等数进行 所以其实它就算一颗眼睛变白 它可以靠另外一颗眼睛看 所以其实主人真的很难去拿捏 什么时候需要看医生 就是看它的症状来讲 你看不太出来 但是第二期 如果以两颗眼睛都是未成熟期的话 它会觉得模糊 第三期就是失明 第四期是失明 加上眼睛可能会有需要移除的风险 因为已经出现很多并发症了 也就是说当香蕉 就是我们这个力犬 你真的有一套 这套我要学起来 就是说第一期青色的香蕉摸起来顶顶 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始有偏黄 那第三期就是可以吃了 就是软硬适中 第四期就是你摸到香蕉变黑 而且很软 所以它会有代表不同的一些 临床意义跟临床症状 那待会儿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来回来继续讨论 摆内障的治疗跟预防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o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杨梅医亚动物医院的副院长 杨立全杨医师 他可是眼睛专科医师哦 那我们现在也开放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主题 在眼科方面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call in进来 我相信立全医师一定会尽全力的帮您回答 好来 那我们再继续聊一下白内障 那白内障就是说他 我们常常讲人嘛 我们人常觉得 我妈妈今天去做白内障手术 很快就回来了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一下 是否对于这个狗狗或猫猫 他一定要就是白内障 他非得一定要手术呢 错白内障要根据他会不会影响到视力 才需不需要手术 其实是第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会不会影响到视力 这有点抽象来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必须要先牵扯到白内障的原因 刚刚有讲狗狗的白内障最大宗的叫做遗传性白内障 第二名是年纪大造成的白内障 也就是老化的白内障 第三个是糖尿病 第四个是二次性 二次性一般听众应该听不懂 二次性就是被害到的 例如说我有视网膜的退化 视网膜退化的时候会释放一些毒素 毒素撒在我的水晶体上 它就会引发白内障 所以再讲一次 最常见的是遗传 第二个是糖尿病 第三个是老化 第三个是糖尿病 第四个是二次性被害到的 那白内障它为什么不一定要开刀 是因为例如说遗传性白内障 跟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都是一定会进展到失明的 几乎应该不能说一定 可以说七成至八成 可是老年性白内障 却往往很常是不会失明的 而且你可以半年一年回诊 你就会发现 它的白内障 颈多只增加那么一咪咪 它根本没有影响视力 那不是说不能开刀 只是说在一个不影响视力的情况下 这个手术又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 请问在它不影响视力的时候 一定要去爱这一刀吗 这在狗狗跟猫猫的身上是不一定的 可是在人类一定会开 因为人类经不起那么一点点的视力缺损 很少你会在路上看到有全部眼睛白色的 还没开刀的白内障 对啊 可是狗狗猫咪很常都是会全白 我们才会带他去看医生 这是最大不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要考虑他视力了 对不对 跟他会不会进展 OK好 那我想说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现在确定他要手术了 就是我们经过判断 经过这个他绝对要手术了 那是什么时间点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还是什么样的时间点 是最好的白内障手术的时间 严格上来说会是那个未成熟期 也就是视力还没有完全上市 水晶体还没有完全白掉的时候去手术 这牵扯到的原因是因为 当白内障进入到成熟 或者是过成熟期的时候 多半会引起眼睛内的发炎 那那个时候手术的成功率会下降 失明的几率会上升 然后点眼药水点的时间要比较久 主人需要非常配合的回诊 这会让这个手术比较容易失败 所以最好开到时期是还没有失明 但这又跳回来讲 当还没有失明要叫一个市主 让他的狗狗接受手术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说就还没有看不到 干嘛要开刀 这是我们非常痛苦的一点 可是当他真的看不到的时候 再开刀 很长不一定会恢复视力 对啊 好那个力学我再问一下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你也讲说眼睛就是一个照相机 所以有没有底片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市主会希望开刀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恢复视力 就看得到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选择是在他完全失明的时候来开刀 其实医生是没有办法评估他有没有视力的 在临床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要去做一个很特别的检查 叫做视网膜电波图 就是在他眼睛周围插一些电针 然后借由光线的传导 去传达说 他到底是不是有产生一定足够的视力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开完刀 他一定会恢复视力 也就是说 第一个白内障要不要开刀 这个牵扯到视力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即便是要开刀 我们要考虑到底片还在不在 对 或者是底片功能正不正常 正不正常 当他底片已经拨好了 甚至于就算你把这个 前面这个白内障拿掉了 装了人工水晶体了 可是他没有底片感光 所以他还是没有办法去看到任何东西 对 可是这个时候还是会建议手术 在大部分的眼科医师的角度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考量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能否恢复视力 第二个是否可以去控制 他眼睛里面的并发症 因为白内障会造成眼睛的发炎 所以目前比较多的专科医师 眼科专科医师会是建议 即使他手术后是无法恢复视力的 还是大部分倾向能够开的话 把它开掉 以后才不会出现青光眼 或者是视网膜玻璃这些疾病 对的确 好 那我们再继续聊下去之前 有位听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回答耳机 对 我们回答一下陈先生的电话 喂 陈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狗狗白内障 那个医区动物医院 他拿那个药水 他说 那个点会 会好 请问现在有药水可以 确实可以点好吗 好 陈先生 那我们再来回答您问题 还有别的问题吗 关于眼科方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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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您先挂电话我们来回答您 好 那个陈先生就是说是否现在有一个眼药水 白内障能够治疗好的 目前的眼药水大部分的功能就叫做抗氧化剂 那我们要知道的是刚刚有讲白内障的致病急转不明 所以当我们现在使用抗氧化剂 其实只是针对他所有急转的其中一个可能去治疗 去治疗 那他是非常的 我不能讲很难听 就是心安效果可能比较居多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个人有写一些网路文章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白内障眼睛的那些所谓的营养保健液 其实他比较适合的是老年性白内障的早期 老年性白内障早期 刚刚有说有遗传性 二次性 老年性 糖尿病性 像遗传跟糖尿病性 这种进展速度飞快的白内障 你点眼药水是没有太多的帮助 对 那再来我刚刚忘记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所谓的白内障其实很像是一颗鸡蛋 它从生蛋被组成熟蛋 你很少看到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把熟蛋点回变成生蛋的 如果有的话就 基本上是一个物理化学上不可逆性的 它是一个蛋白质变性变化 所以基本上是很难被逆转的 所以目前的眼药水顶多只能延缓 无法逆转 可是至于能够延缓多严重的进展 要看它的病情 病因是什么 如果是遗传 或者是糖尿病的 大部分是没有效的 没有效的 如果是老年的 因为进展本来就很慢 你大部分会觉得很有效 OK 所以在这边再继续聊下去之前 再恢复一下大家的记忆 白内障 我看我讲对不对 第一个是遗传 第二个是老年老化 第三个是糖尿病 第四个是二次性的感染 就是后面来的 那个玻璃体那边过来的 那我想说刚好你问到 刚好有听众朋友陈先生问到 就是说有关于眼药水的问题 那我在我们网路上还有另外一个亲戚朋友问 这个叶黄素 最近我们在电视上面广告很多 什么黄斑 什么之类的 一些预防 这个叶黄素对于白内障 有没有帮助 因为叶黄素也是可以达到一些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它绝对是可以达到 刚刚讲的致病静转其中的那一项 其中一项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水晶体它是在眼睛的正中心 它非常难被我们所谓的食物啊 或者是眼药水的药物到达这个位置 所以要知道就是吃了会有用 可是因为它的位置比较尴尬 所以可能要效果还是叉叉的 所以目前白内障的营养保健除了点的 当然会有吃的 但是就是它本身不易到达 然后再来就是要看它的病因 才能够知道到底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 也就是这四种里面哪一种 对不对 对好 再下来我再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做了 那我们家的狗狗 适不适合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它的评估的药项 药点有哪几个 有哪些 这临床上我们很常会以为说 白内障只要把狗狗交给医生 开完刀就没事了 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 白内障的术后照顾 远胜过于手术的阶段 对 所以我们要评估的点有三个 第一个当然医生技术要好 这个当然大家都希望 明医要会开刀 第二个跟第三个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这占这个手术成功率的50% 也就是主人是否能够有时间 照顾这一只狗狗 跟狗狗是否能够配合主人的照顾 这两个 主人能否照顾这个狗狗 来来来 有点抽象 原因是因为手术后 眼睛会进入非常严重的发炎的阶段 更容易会产生眼压的起伏 所以我们必须每天都要帮他很频繁的点眼药水 跟吃药 这个可能一天会有四瓶眼药水 一瓶眼药水要点 四种眼药水 而且一种眼药水要点四次 眼药水又不可以连续点 所以每一个眼药水要隔五分钟 也就是说点一次药要二十分钟 然后你一天要四轮二十分钟 对 然后主人通常都会跟我们说 我一天就只能点两次 这样可以开门 我个熊斑 对啊 这就比较不适合 可是前提真的就是主人 要能够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好好照顾这只狗狗 二来就是刚刚讲的 病患要能配合 所以狗狗不可以是胸狗 不能点眼药水 不能吃药 这也是一样 我讲真的 因为他如果今天眼睛 白内障你开完刀 你是不能点眼药水 不能吃药的 这是一场梦魅 那很惨 对 他一定会失明 OK 所以也就是说 那此外 这个其他的健康因素的考量上面 其他健康因素考量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血检 或是光 超音波的检查 确定他是能够麻醉的 那眼科的麻醉 跟其他的手术又不一样 难度比较高 因为眼睛很常 是我们评估麻醉深度的地方 在眼科手术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评估 所以麻醉师的功力要很够 否则开刀 其实是有点危险危险的 真的 好 那我想说在这个 进广告这一段 短短的一分多钟 像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 他是来得非常快 非常快 那您如何来处理 只要糖尿病 几乎就一定会白内障 这是有研究告诉我们说 半年内的糖尿病 多数会导致白内障 甚至16个月内 一定会有8到9成 会出现白内障 所以只要你的狗狗 罹患糖尿病 你大概就可以心中想象 他一定会以后眼睛 会有白内障 所以只要当他的血糖 控制一稳定 普遍都建议能够做手术 就先把他的白内障移除掉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目标 因为有些狗狗的糖尿病 真的不好控制 如果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我永远都会跟主人讲 糖尿病会让他致命 白内障不会 顶多看不到 所以一定是以糖尿病控制好 为第一优先考虑 而不是一直急着要赶快开刀 医生他都已经看不到 赶快开 他现在血糖500多赶快开 那是很不好的事情 没错 也就是说当我们确定 他真的就是白内障 而且那四种原因里面的 像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 其实还是要评估 对不对 他必须要稳定 哪些是会真的 对于生命上面 还有甚至于其他 因为糖尿病 他除了不仅仅是对眼睛 他对身体的血管 循环什么 都有其他相关联性的 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真的要全盘的考虑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 特别来宾是杨美 医亚动物医院的副院长 杨立全杨医师 那我们进段广告 广告之后 回来再好好问问他 欢迎回到 98新闻台 全民oncode 全能狗 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首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持续接听 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那如果对于眼科方面 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来问我们立全医师 好 那我们call in电话是02-8369-3398 立全 最后两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 就是白内障手术之后 一定会恢复视力吗 白内障手术之后 一定会不会恢复视力 这其实在手术前 我们可以先大概知道 那我刚刚有说 白内障最适合开刀的 会是未成熟期 未成熟期的白内障 其实还没有全白 所以我们这时候眼科医师 可以透过一些 眼睛的一些透镜 我们可以去检查 视网膜的形态 我们可以大致上的知道说 这样子的眼睛 视网膜应该功能还在 对 我们就会跟你说 那就不用做太进阶的检查 我们就开 可是在国外的医生 其实国外的眼科专科医师 其实他们的白内障病患 应该都会是例行的 要去做刚讲的 视网膜电波图 因为只有靠电波的传导 我们才能够知道 视网膜它的功能 我们刚刚用看的 这叫做看形态 我们只能够看出 这一台车是新的 新款的 刚出厂的 还是它有做保养的 但是我们看不出 它能够开还是不能开 所以视网膜电波图 可以告诉我们 它真的能够开 那白内障手术 会不会一定会恢复失利 这是主人最重要 最重要一定要考量的 一定很care这一块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都是鼓励大家 能够做视网膜电波图 可是有一个盲点 这个检查要麻醉 所以很多视族 是不愿意接受 额外多一次麻醉的 不管是费用还是风险 所以很常都是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第二个目的是 希望减少并发症 所以即使他没有看得到 我们还是开下去 但是要先让主人能够理解 眼科医师在想什么 才会以这个考量为优先考量 那当然有视力那是最好 可是如果能够在手术前 你就先看到形态 我们能够有比较有把握 我们就跟他讲 这开完应该就是看得到 OK 好立兄我想 这边我再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蓝内脏分成四期 1234 到第四期的时候 等于是一个发黑的香蕉了 它其实已经软化得非常严重 那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你也提到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吊桥 在悬崖边的吊桥 他把它用不同的这个 把它绑在一起连接 那当这个吊桥已经 就像香蕉的最后第四期 已经软化掉 它显然就没有办法把这个 一个过度成熟的这个 这个血经体能够hold在那边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病变 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这个吊桥 它会 我先刚刚讲回来就是 白内脏在第四期的时候 会造成眼睛发炎 这个发炎很讨厌的是 它会去攻打这个绳索 所以绳索一直被攻打 只有水晶体很常会掉下来 所以当眼睛如果进入到 白内脏的第四期 过程熟期的时候 一直都处在那边 没有做太进一步的治疗 很常见的并发症 就是水晶体会脱位 它脱位的时候 就会造成眼睛的很大的灾难 因为它会造成眼睛空间的置患 后面的东西跑到前面来 或前面的东西跑到后面去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二次性的 不管是青光眼 视网膜玻璃 眼内出血 这些病发症 到最后就要摘除 所以第四期 普遍不建议手术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也就是要手术就要摘除了 如果是第四期的话 通常会建议就保守治疗 点眼药水控制那个发炎 如果控制不了眼睛失明 甚至变青光眼 末期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摘除 但是不会第四期立刻摘除 对 先控制 好 再来 我想请问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白内障术后 就我刚讲的 要不要放人工水晶体 这个大家要先知道的是 不管是狗还是猫咪 它们的精细视力 比人类来的差 原因是因为 它们的水晶体比较大颗 然后它们水晶体的调节 视力的焦距 比较不能够调整的太明显 所以当它的眼睛 白内障被移除掉之后 如果没有放水晶体 它们会偏向是远视 人类其实也是 只是人类不太可能不放 那当它偏向远视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 狗狗有一部分 本来就是偏向远视 所以当一只远视的狗狗 变远视 其实对它生活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可是反过来 如果可以放进去的话 其实可以很改善它的精细视力 尤其是一些需要精细视力的狗狗 像是那些食猎犬 或者是一些弃毒犬 可能就是要 或者是找一些救难的那些狗狗 它们必须要很精巧的 可以去知道大概在哪里 我们就会建议 这个手术基本上 一定是会建议要放的 但不要去想象说 没有放是不是就会是一个 很恐怖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的狗狗 没有那个水晶体 它大部分还是可以适应的 很习惯的 是好来立玄 我们再回答一位网路上面 听众朋友问题 他说如果我从小就给他 每天吃红萝卜 这样子对他的白内障 或其他方面的 有没有一个帮忙 一样的 我们要讲回来 他发生的致病急转 那四种 对 所以我们红萝卜 顶多只能够达到一些 保护那些氧化性的伤害的部分 那我们如果遇到的是糖尿病 这其实是你压根子都没有办法去预防的一件事情 所以红萝卜从小吃 当然是可能对某一些退化性疾病都会有帮助 可是针对一些遗传性疾病 我们真的是没辙 所以我觉得要跟听众讲的 就是最重要的是定期去检查眼睛 因为非常常做的健康检查 你绝对不会包含眼科检查 而都是血检 X光 超音波 身体的促诊 很少会有医生帮你看一下眼睛 所以怎么去预防这些疾病 反而应该是要去定期的做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永远就不会变成最后的状况 最后两分钟 来跟我们亲友朋友来叮咛一下 怎么样保养他们的毛孩子的眼睛 就像我刚刚讲的 眼睛必须要保养 其实是必须要经过眼科医师去告诉你 他现在眼睛的状况 不管是泪水的多寡 眼压的起伏 还是眼内的白灼度 这个是主人很有办法在家里自己去判断的 所以要怎么去达到最好的保健 其实就是你的健康检查 会希望你把眼科检查也纳入一个项目 就像之前 现在那个齿科也比较流行了 大家也比较注重牙齿的保健 一样的眼科 其实还比齿科来的早发展 可是大家比较不能够理解 怎么去保养眼睛 其实是因为很少医生会看眼睛 所以要怎么去保养 反而就是常常带他去看一下眼科 其实就能够及早发现很多疾病 早发现早治疗都远比很默契 香蕉烂掉的时候 无法治疗来得很有效 对啊 丽玄我想帮听众朋友再问一个问题 经过检查 他都没事 可是你晓得我们总是想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 那是否有一些东西可以来帮忙的 比方说一些什么人工 比如说人工类异 可能一些什么营养的眼药水 或什么 这有这个必要吗 我想要让听众知道一下 就是所有的眼药水几乎都有防腐剂 眼药水不是点多了就一定比较好 你要知道的是眼药水点多了 那些防腐剂会造成内膜的破损 上皮的缺损 眼睛的过敏 所以眼药水没事是不用点的 但是因为狗狗很常会有品种差异性 所以如果今天它是一只短蚊犬 吸湿 发痘 八哥 这种眼睛比较凸的 天生容易肝炎症 天生容易曝晒 这一种会建议是点个人工类异 但是能够不用点是不需要一定要点的 OK 还是要经过医师的 对 经过医师的判断 更建议 因为不是点越多越好 对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杨梅 医亚动物医院的副院长杨丽全 杨医师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到以为生 那就是说这个有关于 这个眼睛方面 这个方面相关的疾病呢 我们下次再请我们杨医师来节目现场 谢谢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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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